下面来关注加州打算禁止所有汽油和柴油卡车 一项有争议的在加州禁止柴油动力卡车的新提案 在卡车行业、州政府和环保人士之间引发了分歧 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制定了一个准备迫使所有的柴油卡车停止上路的计划 这包括要求到2024年在防茫的铁路和港口周围运营的新卡车必须是零排放车辆 零排放车辆到2035年逐步淘汰这些地区的所有柴油卡车 在可行的情况下到2045年最终让所有柴油卡车和巴士车队离开加州道路 计划推动的推进清洁车队法规 首先将针对加州最防茫的卡车运输区域、仓库、海港和铁路周围 委员会说 加州的许多社区 特别是黑人和棕色人种、低收入和弱势社区 在港口配送中心和货运走廊附近生活、工作和善学 经历着最防茫的卡车交通 这些地区的污染给这些社区带来了健康风险 最近在沙加缅度进行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听证会上 超过150名公众、评议员对该提案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许多代表卡车运输和建议行业的人说 加州根本没有足够的充电能力或电网容量 来使车队如此迅速地转向临排放 其他人指出了如何为这些车辆充电的问题 不过包括塞纳俱乐部代表在内的环保人士 则敦促加快时间表 以便尽早在道路上摆脱内燃机 今年8月加州作出决定 在2035年前禁止销售新的汽油动力汽车 期待这样做能使在2040年前 使汽车的污染减少50% 关于推进清洁车队提案的第二次听证会和投票 预计在明年春季进行